一条鲤鱼一生或许越不了一次龙门 但在美利坚决对会越一次电门 只要喊一句左邻诱惑 雷公主成千上万条鲤鱼就会一起跳出水面 瞬间在湖面炸起一片乌泱泱的白色闪电 但这跟它们在美国掀起的风浪相比 只是九牛一毛 这就是让美利坚闻风丧胆的亚洲鲤鱼 上世纪末 美国带水域爆发了大量水生植物和寄生虫 养殖业一度面临灭顶之灾 为了避免化学方法污染水质 政府决定引入以此为时的亚洲鲤鱼 一开始效果立竿见影 一时间令人烦恼的浮游生物几乎销声匿迹 可谁知一场特大洪水的到来 把亚洲鲤鱼从圈养的河流冲刷到了野外 由于环境适应能力强又缺少天敌 加上自身逆天的繁殖能力 它们几乎是瞬间就脱离了控制 形成泛滥之势 给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为了遏制情况进一步蔓延 民众纷纷投入到捕杀亚洲鲤鱼的队伍 于是就有了开头惊人的一幕 这并不能怪它们手段激烈 实在是这种生物过于疯狂了 不光是水里的食物 就连人类过往的船只都会引起它们的高度警觉 一条条巨大的亚洲鲤鱼 会在瞬间像冰雹一样砸过来 上一秒落在船上 下一秒就可能直接砸在脸上 让冷冷的冰鱼胡乱地在脸上拍打 不再是一句形容 几十年来 它们凭借一己之力 让美国的船只增加了3000%的加固铁网业务 无论在哪条河流 就算是最小的池塘 也可能随时有密集的预报 在瞬间无孔不入地砸向渔船 让人分不清自己究竟在船上 还是沸腾地过滤 造成的伤亡之多 给当地的渔业和旅游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面对这种魔法攻击 当地政府鼓励民众采取弓箭射杀 然而效果也是杯水车薪 往往大家还没来得及摆好pose 就被原地发射的大鱼先扇了个大壁斗 生动形象的展示了什么叫伤敌1000自损3500 于是后来人们又尝试垫鱼 把一个水域的生物无差别垫死 但这种行为跟投赌一样 都属于不可持续的非法行为 结果往往是当地的鱼死得比亚洲鲤鱼还要多 后来美国还尝试将亚洲鲤鱼引入中国市场 看看能不能被中国人吃绝货 可惜由于运输成本过于高昂 还是没能广泛流通 至今也没什么解决对策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俗话说汉的汉死老的老死 比起亚洲鲤鱼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盛 这帮天天在洪水里捕鱼的泰国渔民 却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条鱼 日子过得更是水深火热 这里熏气过长 为了不饿肚子 他们只能冒着生命危险 在暴雨冲刷的河道上搭建起一道道蓝鱼大墙 暴雨过后水流湍急 常规的捕鱼方法很难走向 于是经验丰富的渔民就设计出了这样巧妙的陷阱 这种大型陷阱一般由十几根竹子搭建而成 前低后高 方便水流进入 再靠底部的竹席筛出一货 细密的网眼可以拦住不同体型的鱼儿 无论是三四斤的大鱼 还是几厘米的鱼苗都能一网打进 竹牌内部空间广阔 不仅能放鱼框 水桶等常用导具 甚至还能架起吊床供着休息 外面再照上一层黑色塑料骨 连隐私都可以照顾得很好 毕竟他们一待就是好几天 早就把这当成第二个家了 不过像这样功能齐全的神器 也不是没有缺点 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检查渔货需要在各个陷阱之间穿行 在此期间 渔民只能踩着破旧的吊桥和独木桥过河 而脚下就是深不可测的水流 真是看一眼都会让人心惊胆战 而这些渔民却要一天走上十几次 如果不慎掉进河中 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到 所以也有些上了年纪的渔民 选择风险更小的撒网浮渔法 但青壮年大多还是选择在河面上奔波 他们会借助凸起的石头 观察周围的水势 把一天的渔矿尽收眼底 还会及时交流收获情况 在生态环境日渐恶化的情况下 鱼儿的数量也不可避免地减少 哪怕一天下来只收获几条不到十厘米的小鱼 也足够让渔民们开心一阵了 这就是他们简单又朴实的快乐 对于靠海吃海的人群来说 这样的日子早就成了家常便饭 哪怕长期暴晒 把他们的皮肤晒得有黑干裂 但是只要能收获大鱼 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条两斤重的鱼 就可以满足他们全家的一顿晚饭 如果运气好碰到一条超过五斤的大鱼 那么就可以填平当天的成本 这样的生活虽然辛苦 但也同样很踏实 关注啊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 给予一些新大陆的形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